中配這個事情 因為是國民黨提出 在內政委員會 他們的優先法案 那吳貞我要請教 我們看其實是有 中部基層醫師 他們立刻就發起了一個連署 那這個連署的速度非常快 他說千萬五千 要暫緩這一個法案的修正 拜託拜託 那他們提了一個觀點是說 我們的不管就是有一些中配 他們可以帶著雙親 包括急診 利用我們的健保資源 那現在我們的醫護人員 又人力短缺之下 這樣一個訴求 其實不到一天的時間 已經有兩萬人連署了 那其實也代表的是說 國人同胞是非常關心這件事 也覺得說起起以為不可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他跳出來講說 為什麼要反對呢 為什麼要歧視台灣人太太 或者是媽媽呢 那接著我們看到是柯文哲 民眾黨這邊就講說 柯文哲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講了 他就是贊成這一個法案 那所以藍白在這個已經有共識了 但是在這一塊裡面 民眾又是反彈那麼樣的大 那你們的 你們的論述會是什麼 我們當然是不支持這個方向 應該說現在 在野黨或說朱立倫他去講說 因為現在外配 這個來申請到身份證的年限是你要長期拘留這邊 四年 然後陸配中配的部分是六年 所以年限比較長 這個叫做歧視 就是說外配的條件怎麼比陸配好呢 這樣子歧視中配不可以 所以這個是在野黨現在論述嘛 那問題是說這個部分國民黨就有點自打臉了 因為我們看包含很多部分的規定 其實外配跟陸配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外配都要去放棄原有的國籍 那現在中配其實是不用的 所以這部分國民黨態度就矛盾了 例如說王洪威 他去年其實也談到這個事情 他說如果要陸配要放棄國籍才能夠參選 就是才能夠入我們籍 那時候是講徐春瑩事情 形同一邊一國嘛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的委員 當時也不支持說 他們覺得中配不需要去放棄中國的國籍 就可以來申請 就可以有台灣的身份證 就可以來台灣這邊參選 那跟外配的條件就不一樣 外配要放棄喔 那我請教 不是說有一些選民 也會打電話去王洪威服務處 來做一些反應嗎 然後他們得到的回饋是什麼 對這個部分也蠻有趣的 就是說有選民 大概是可能是中山 北松山的居民 他說他就在社群Face上面發文 說我的選區是王洪威 剛打電話關心陸配縮短的年限問題 等等等等 那想請問王委員 對此是什麼態度 來問國民黨的態度 那他就說接電話的人 聽問題以後就說 處理法案同仁現在都沒有空 所以沒辦法回答你這問題 那這個人就說 那所以委員態度是什麼 你是你們委員嘛 你總會知道嘛 我又不是要問細節 只問委員支持還不支持 那接聽就開始問說 你誰 你為什麼要問這問題 我是選民 他說我是選民啊 我不能問嗎 然後他說 他說那你是選民 你幹嘛要問 你府上有陸配嗎 跟你無關 你問什麼 問那麼多幹嘛 然後這個人就生氣了 就說 這個關係到 這個親屬會不會用我們的健保 當然有關係啊 然後突然 這個接聽的這位助理 他突然就開始有點感冒 突然喉嚨不太好 我只是行政 沒有辦法回答問題 所以 那這個人就說 那我到底要問誰 他說不好意思 可以回答問題的人 通通沒有空 他說那什麼時候有空 不知道不知道 拜拜 就結束了 所以這問題很 就是這個反應很奇怪 就是說如果這是你國民黨立場 你就大大方承認 我們現在就是要 把這個年限縮短 把這個年限放寬 那為什麼面對選民的質問 說你是不是要讓更多的 這個中配加速使用 台灣的資源 台灣的健保 其實他們家屬都沒有台灣健保 這個時候 又沒有答案 所以那我剛剛講的 這是第一個部分 就是說其實外配跟中配 中配現在很多待遇是優於外配 那再來第二點是說 為什麼中配他的申請年限比較長 我們也要正視一個問題是說 中國是現在全世界唯一 對台灣在發行 由政府發動系統性攻擊 跟統戰的國家 其實我們去年國安 我們的國安局就辦了一個案子 起訴用國安法來起訴 也就是去年 我們在討論徐春英的時候 那就講了 中國統戰部就發起很多這種 外陸配回娘家的活動 把陸配請他們到中國去游山玩水 參加界交流會 然後請他們陸配回台灣以後 再吸收更多的下線 吸收更多的會員 把更多的陸配通通找回去中國 然後最後請他們在選舉之後 支持特定的政黨 這個被依照國安法 你協助境外勢力 台灣發展總值起訴 所以全世界現在有沒有其他國家 有這樣的案子 沒有 只有中國是系統性透過 所謂的外籍配偶這個事情 來要去影響介入台灣的政治 我們現在全台灣有取得身份證的 這個中配大概是35萬人 已經有35萬人 那目前每年大概 中配取得身份證的速度 大概是一年6到7千個 就一年多 這35萬 接下來一年大概多6到7千人 現在速度大概這樣子 那如果把這一個年限 從6年縮短成4年 一年大概會快速增長到2萬個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有多2萬個中配 取得台灣的身份證 也就是台灣的殘政權 所以我想這個後面 更根本性的問題是說 這個事情包含 其實很多檯面上已經有案子了 中國就是在利用 所謂的中級配偶 作為他們影響台灣民主 跟政治的工具 那國民黨現在要力推這個法案 你是不是從中有一些 背後政治的 這個問題的根源 增結重點不在於幾年取得身份證 或是說他可不可以依親 要不要放棄國籍 重點是應該拉高到國安層次 也就是說 我也同意靖言講的 有一些中國人 他是追求自由民主 可是在那樣的專制體制之下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跟這個意願 或這個辦法去達成追求自由民主 如果可以 你應該在中國奮鬥 而不是在台灣說 我追求自由民主 然後你不敢回去中國奮鬥 我舉一個例子 現在住在義大利的一個推特上面 X3紅 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他有一百三十六萬個粉專 最近中國在幹什麼事 一個一個調查 曾經按讚過的 嚇得當事人趕快在X上面呼籲說 大家趕快退戰 但是沒有用 通通有紀錄 請問世界上哪一個國家 有辦法去同時短時間之內 去了解這一百三十六萬人的背景 那個國家叫中國共產黨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台灣跟中國 台灣跟中國因為很特殊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我們規範外配 是用國籍法 中配是用兩岸人民關係 理想狀態 就是大家都用國籍法 就都視為外國人 但是現在我們要把它視為外國人 但是北京不要 北京說你不可以把它當外國 這是特殊的情況 特殊的情況 它必須有特殊的處理方式 譬如說美國好了 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美國這麼民主 選了兩百多年總統 為什麼到現在美國憲法規定 你不是在美國本土出身 不能選總統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是國家安全考慮 因為你不在美國 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 你不在美國本土出身 我很難確保你對美國的忠誠度 萬一你是前蘇聯 或是現在俄羅斯來臥底40年 然後最後當選美國總統 那怎麼辦 所以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國情 它必須面對不同的考慮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案子我是堅決反對的 國安的角度 真的必須要考量繼續 大廈 Dai 大廈 小 grades 超音 rates 超音量 百小巴 點 超音源 在上 Alles 解困 廢 紙 谢谢观看